杨幂魏大勋或已交往八个多月 他官宣离婚后不久便开始新恋情 12月10日早上 知名媒体吃瓜少女日常在网上曝光一段视频 视频中魏大勋仅只身前往杨幂所在的酒店 而且一待就是一个晚上 直到早上六点才再度现身 但杨幂和魏大勋自八月穿情侣鞋逛街被拍到后 就一直废文不断 此时两人在同一家酒店待了一夜 也难免让人想太多 两人恋情疑似曝光始于八月 魏大勋被拍到与一神秘女子逛街 而眼尖的网友通过女方腿上的疤痕 确定这个人是杨幂 而杨幂和魏大勋逛街被拍到后 先是有网友爬出两人逛街前一天 也就是七夕 打游戏打到凌晨两点 后又有知情人爆料魏大勋7月曾多次探班杨幂 两人所住的地方紧隔着一条街 步行最多十分钟 而且两人还能隔窗相望 杨幂拍照经常喜欢比耶 而魏大勋自拍画风也是比耶 杨幂同款手势 也不知道两人是在等待好时机官宣 还是另有一番考量呢